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火菜园 今天我们来随意的谈一下护瓜种植的护理 护瓜又称葫芦瓜,是在超市里面常见的一种瓜类果菜 对于煎炒煲汤来说,护瓜都是一种不错的食材 我在大概三个月前的视频中和大家分享过 如何快速对护瓜进行催芽育苗 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 我当时随意培育了一些护瓜的幼苗 有一些种在了大花盆里,有一些种在了地里 由于温哥华这里气温不是很稳定 在两个星期之前,最低温度还是个位数 所以实际上暖棚也是刚刚打开 而护瓜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30摄氏度之间 所以温度较低的时候,它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护瓜是播种后大约两个月的样子 护瓜在生长初期时,雌花首先出现在较低的侧腕上 通常植株上熊花的比例要多于雌花 而主茎需要在生长到一定时间之后才会出现雌花 所以对于在花盆里种植养分有限 或者您所在的地区夏季炎热时间较短的种菜朋友 可以考虑在主茎生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打顶 使其生长出更多的侧枝来开雌花 以我盆栽的这些护瓜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在较低的侧腕上已经出现了雌花 目前主茎在一米高左右 我可以对其主茎进行打顶处理 此外,多数雌花开放的时间是在傍晚至第二天清晨 所以需要人工授粉的朋友需要合理安排您授粉的时间 当植株生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可以适当剪除其根部的叶子 保持底部通风 最后要说的是护瓜是洗热类的作物 所以温度过低会影响开花结果 低于10度,基本不生长 通常来说,护瓜在温度完全适合的条件下 从发芽到接出第一个果实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而护瓜的全生长周期大概在半年左右 所以在不同地区的朋友 您需要根据您当地的气候来安排护瓜移栽 减枝和采收的时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